今天呢 要開一下這個 這個在淘寶買了很久 這個是什麼呢 疏通器 如果喉管塞了 或者廁所塞了 用這個去通通 買完之後才發現沒有用 為什麼呢 我住村屋的喉管 就是直出外牆 沒有彎位 所以這些呢 其實不得無所用 因為那裏一定不會塞 還有地下那條渠 因為太過長 一路通到去 化分子 那一段我又不想搞它 唯有給千人用 用那些 水老鼠那些 洗掉它 所以這個呢 今天拆出來 試一下 這裏呢 按按鈕 這裏有個磅數 看看幾個磅 這裏呢 開啟 還有些什麼呢 這個 刺在這裏 移動 按按鈕 這樣 通過 避下那些 那些 這些 這裏 渠滑一點 的 這樣把 按錢 按下 一支 用 123 朝 這個應該是90度曲的,可以用這個來做一個轉換 好,那這個是什麼呢? 這個應該是空廁所的 怎樣玩呢?這樣 這樣刮下去,接著這裏就刮到廁所上 先看看是否輸 今天都沒有用過,這個是什麼呢? 噢,是谷醬的,噢,我記得了 這個就刮到這裏 噢,接著呢,就放在廁所那裏 接著這裏呢,刮到這裏,刮到這裏漲了 接著就,放棄了 刮下去,可能尺寸不適合 這樣就泵上它 才用這個,打一些氣在這裏 梳通它 那這個呢,就是放棄的 放回這個出來 噢,這樣也被它想到,好厲害 好,先收回這個,這個 不玩著 好,那另外,再來一個 電源先,還有電源,那個變壓器 那這個幾屋呢? 12屋5A的 那這個就插了下去 好,然後呢,爬出來 打到,然後大概 這個位置 插去,接著插電 跟著呢,就麻煩去曬它 它就會,自動呢,就 collections 來 좀 pulling the system 那你看著這裏、來仔細 能看下有多少BMA 這個壓力, 記得停了, 停了之後就可以按這個按鈕 即時放些氣出去, 就用來疏通, 作用就是 瞬間這樣, 放些氣出來, 令到可以疏通水喉, 廁所 這裏有個提示, 即是衝壓一次的話, 就要停止大約5分鐘左右, 才可以再做一次 因為, 神旁的這個, 就是太熱了 好, 試一試先 在試之前, 就一定要看說明書 因為這個, 就不說得少, 不要亂來 這裏有寫, 如果是馬桶的話, 就用這個壓力 如果其他的, 這裏有寫, 究竟用多少壓力來疏通 還有, 廁所就是這樣 這樣做的, 這樣做的 那, 記住看完說明書, 才好做這些操作的 另外, 它也有一個安裝視頻 好, 現在先試一試, 駁個電源 那, 開啟 然後, 開啟 然後, 開啟 我都不敢升太多了 因為我不是用的, 我們, 檢查一下 可以不可以的 那, 打算是賣了出去 好, 試一下先 跟著, 拔了它 然後, 試一下 這裡 拍一聲, 很厲害 所以, 其實 這個小小都很厲害 所以, 就要小心一點 還有, 它說連續 四五次左右, 這個機器會熱的 要等三十分鐘 等它放涼才好再用 那, 我想四五次都應該不需要 還有, 小小都這麼厲害 剛才, 彈到手上, 都很厲害 好啦, 分享到這裡 那, 之後我會放那個 它們的視頻 怎樣去, 通水渠啊 廁所啊, 那些呢 就放在後面的 那, 你有興趣去看啦 好啦, 拜拜 拜拜 我會放在這裡 看, 看, 其他的 阿 這個, 但, 只有 你會保持 這張照片 我會放在這間 那裡 我會放在這間 啟燈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